哇!好多層次的味道喔! 我覺得它起司粉真的好香! 好喜歡喔! 好好吃喔! 它口感會從一個濃稠的感覺 變成一個綿密的感覺 一點點巧克力牛奶的感覺 但口感上更綿密一點 我覺得這次推出的產品 都在水準之上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又隔了好久沒有開箱新品了 因為前陣子除了去日本旅遊拍片之外 最近也開始忙我2023年的年曆 真的是忙到爆炸 所以這個系列已經很久沒有做拍攝了 但是就在昨天 我在滑手機的時候 滑到了一個讓我非常非常期待 也非常想開箱給大家的新品 就是肯德基在今天推出的聖誕商品 落雪繽紛奶香脆機 光是看到這個商品圖 就讓我非常期待它的口味 它是用乳酪還有洋蔥等等的配料 去做成的一些粉 然後灑在卡拉脆機上面 所以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不會太難吃 但是也有一個風險就是 通常加了這麼多香料的卡拉脆機 味道都會太重 反而讓原本卡拉脆機的風味 有點被蓋掉了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今天的開箱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今天去買肯德基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熱門的新品 讓我足足等了 20分鐘 就是這次肯德基也一併推出的 農存金燦可可蛋塔 這個我在肯德基買的時候 我看到我前面的每一個人 都是一盒一盒在買的 大家眾所皆知 肯德基的蛋塔 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一次加入了可可的元素 老實說我覺得 應該只會變好吃啦 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商品 期待了 這樣聞的話呢 目前還沒有聞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但是 這個蛋塔的部分啊 可可的味道 真的超級重 基本上呢 已經聞不到蛋塔的香氣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角 哇 哇 這樣打開之後呢 我就有聞到很重的這個 起司粉的味道 除了看到有滿滿的起司粉之外呢 還有看到這個紅色的點點跟 綠色的點點 先說 我覺得這個炸雞啊 很有聖誕的氣息 那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 紅辣椒 青色的部分呢 是 羊香菜 大家看一下 主要呢 先在下面鋪了一層的起司粉 然後上面呢 再撒上紅辣椒跟羊香菜 不過呢 它背面的部分就完全都沒有了 它就是只有撒在中間這一塊的區域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吃吃看吧 哇 好多層次的味道 不過 它也是滿有辣度的 只要你有吃到這個紅辣椒的部分呢 其實還滿辣的哦 大概在小辣到中辣之間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豐富 它的起司粉呢 不是一個太鹹的起司粉 就你吃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起司的香氣出來 還帶了一點點的甜味 我覺得它有做過一些不同的醬料調和 所以它不是單純的起司粉 那羊香菜其實沒有什麼太多的味道 我覺得算是滿好吃的 不過呢 不太耐吃 可能味道還是有點太重 這吃到旁邊的區域的話呢 其實它基本上就跟一般的卡拉脆雞差不多 然後 是辣味的卡拉脆雞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它的重點就只有中間這一塊 然後微微有一點點酸 因為它是有酸奶油的 但是那個酸度呢 我覺得算是很不明顯的 還是甜跟辣佔居多 我覺得它起司粉真的好香 好喜歡喔 我現在對它要抱怨的一點啊 為什麼它只有中間撒這一塊而已 那樣子其他部分吃不到啊 我覺得它很有開胃的效果 在拍這個影片之前啊 是完全不會餓的 但是這樣吃了兩口之後 哇 好想要把整隻都吃完 那吃完炸雞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吃甜點了 我真的很期待這個可可蛋塔 究竟有什麼魅力可以讓大家瘋狂購買成這樣 那我們看到這個蛋塔外觀的部分啊 它在蛋塔的中間呢 鋪滿了整整一層的可可脆片 然後在這些可可脆片當中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亮點 是這些金色的部分 金色的部分呢 是金色的砂糖 像是聖誕節的那種感覺 直接來吃吧 喔好好吃喔 剛剛還少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的蛋塔其實在最底部的部分 是有一層巧克力醬的 大概只占了整體內餡的五分之一吧 所以大部分呢 它還是有奶油的香氣 它的奶香味呢 有一點點被巧克力醬給蓋過去了 因為巧克力實在是太香太濃了 吃下去就像是在吃巧克力的內餡一樣 不過也不會難吃 因為它的這個奶香啊 主要它是拿來融合下面底層的巧克力醬 它口感會從一個濃稠的感覺 變成一個綿密的感覺 一點點巧克力牛奶的感覺 但口感上呢更綿密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肯德基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我覺得這次推出的產品呢 都在水準之上 尤其是那個可可蛋塔 比我上次吃的莓果蛋塔 更讓我驚豔 那我們說一下評分吧 我覺得這次的這個奶香脆積呢 評分可以給到... 8.3顆星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水準之上的一個卡拉萃姬 然後它有做這些點綴 又搭配上了聖誕的配色 算是還蠻不錯的 但就是有點可惜的 它就只有撒在那個部分區域 如果它是可以鋪滿整個卡拉萃姬的 又或者是它背面也可以加一點點的話呢 應該會是更好的 那這個可可蛋塔的部分呢 我覺得可以給到... 9顆星 已經是非常非常高的評價了 那在這邊呢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價格 我點的是個人餐 就是兩個炸雞 然後搭配一點薯條 還有一杯可樂 這樣子的話呢是149元 老師我覺得還蠻便宜的耶 我的價值觀 應該還沒有壞掉吧 因為我們開箱過蠻多的套餐 很多都是180、19 甚至200出的套餐都有149元 可以啦 大家一定要買來試試看 那再說到蛋塔的部分 看了一下 那價格還蠻特別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加點的關係 一個是47元 就是...欸? 剛剛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想說 奇怪怎麼會是47塊 但沒關係 反正就給大家參考用 蛋塔算是有一點小貴啦 不過呢 只要買來吃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那就下集見吧 最近還會出很多的日本旅遊影片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掰掰